美国的这座军训监狱,被网友称为监狱界的特种兵训练营,通常情况下,囚犯被关进来,就是混吃等死,但在这里,一百多名囚犯,却每天都要经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精神打击,一个个被折磨的面无人色,死去活来,俯卧称加高抬腿,是日常标配,开合跳和平躺猎妇,也是家常便饭。 这座监狱的宗旨是,只要练不死,就往死里练,只有囚犯的身体完全疲惫时,才会在精神上敬畏法律,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,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。 囚犯们全年365天,从早到晚的所有时间,都被狱警安排得明明白白,到点起床,到点吃饭,到点训练,站自要保持标准的军资,走路要踏出整齐的正部, 要知道,在崇尚自由的美利坚,却用上了日本监狱的军事化囚禁理念,这对囚犯们来说,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,更令人崩溃的是,负责训练的八名狱警,几乎全程都在狂喷垃圾化,但凡有人表露出一丁点的不满,那等来的,就是更加严苛的单独家恋。 当然,参加军训肯定是有好处的,只要囚犯完成16个月的改造,就能原地释放,直接免除剩下几十年的牢狱之灾,算是给了他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,这项福利听起来很诱人, 但实际上能坚持下来的囚犯少之又少,大多数人连一个月都凹不下来,就已经被虐到濒临崩溃,位于美国迈阿密的戴德监狱,每天早晨都会上演绎出惊天动地的早会,32岁的马沙基正在对寝室的23名男囚犯进行起床训话,别看她是个女狱警,实际上,在训练囚犯方面,她的手段比男狱警还要很数十倍,被囚犯亲切地称为地狱屠夫。 所有人必须第一时间爬下床铺,昂首挺胸,笔直站立,然后从一数到二十三进行暴数,如果有人精神恍惚,喊错了数字,狱警会让她先做十个暴头跳跃体体神,一顿唾沫横飞的训斥过后,囚犯们有三分钟的时间穿衣叠背,整理内务,以及十分钟的时间刷牙洗脸和上厕所,随后,他们要一边大声大喊,一边跑不到操场集合,准备晨练,眼前的这个妹子,名叫萨瓦迪, 是一名电视台的记者,为了获得这座军训监狱的第一手资料,他自告奋勇加入到了囚犯军训的队列。 一男一女两名狱警倒也毫不客气,非常配合地送了一波口水轰炸作为见面力,高强度的体能训练,是这群囚犯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必休课。 天还没亮,他们就已经排好了队伍,接受预警的晨练安排,二百个开合跳只是小小的热身,一百个抱头跳跃也只是开胃小菜,真正折磨人的,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十公里跑步。 这简直就是囚犯们的噩梦,过程虽然很痛苦,但囚犯们都不愿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,毕竟只要熬满十六个月,就能抵消几十年的牢狱之灾,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。 短暂的休息过后,是囚犯们的早餐时间,在这里,吃饭有严格的军训规定,所有动作都要遵循预警的统一口令,首先,囚犯们需要在餐桌两边排队站好,点名报数,紧接着,其声将餐椅放在桌前,应声入座,随后,预警会发出吃饭的指令,他们需要在十分钟内把早饭全部吃完,训练营中的所有餐食。 都采用了标准的快餐和包装,食物的种类和分量全部都一样,而且已经持续五年没更新过了,包括一个苹果,一盒牛奶,一小份米饭,以及一坨油土豆,牛肉等多种食材混合而成的黄绿色快状物,作为一名履历丰富的女记者,萨瓦迪虽说已经探访过近一百所监狱,但面对眼前这坨香味浓郁的食物,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,随便吃了一点牛奶和苹果,草草了事, 是萨瓦迪吃的难以下咽,但其他囚犯却是狼吞虎咽,因为这是他们一上午唯一的能量来源。 如果不抓紧机会进食,很可能连一上午都熬不下去,吃完早饭,囚犯们会在狱警的带领下,排队前往教室,接受犯罪心理学,法学以及道德伦理学等理论知识的改造工作,重塑他们正确的价值观。 别看他们一上午都坐着不动,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,实则每名囚犯都背负着巨大的考试压力。 训练营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月考,如果考试不及格或者多次排名垫底,那就会直接影响16个月之后的毕业结果。 也就是说,就算身体熬过了16个月,依然无法毕业。 军训结束后,同样得送回监狱,开启几十年的牢狱生活,眼前这满满一箩筐的书,就是他们所有的学习资料。 别说是这些在外面杀人放火的囚犯,就算换成屏幕前满血状态的你,估计也得头皮发麻。 每天中午,囚犯们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,他们可以在牢房中简单睡个午觉,保证下午有充足的精力进行体能训练。 当然,被称为荒漠屠夫的狱警马杀鸡可不会惯着他们,无休前一百个俯卧撑,外加二百个抱头跳跃还是要完成的,有小伙伴会问。 设定这些规则的依据是什么?没有什么依据,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过得不舒服,每天超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心理折磨,把这群囚犯折磨得死去活来。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,有人精神崩溃,有人直接猝死,而有更多的人则是每天以泪洗面。 眼前这名睡眼朦胧的囚犯叫沙奇马,他今年二十一岁,因犯抢劫罪和盗窃罪,被判了二十二年的有期徒刑。 由于年龄比较小,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前科,为了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,经过法官和监狱长的一致决定,允许他参加这次监狱的军训计划,虽然说只要熬过十六个月就能原地释放,但对沙奇马来说,这度日如年的煎熬生活,好多次都几乎让他濒临崩溃和沙奇马一样感到绝望的。 还有这个名叫特林普的囚犯,从他面对记者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可以看出,他的确经历了太多的无奈和折磨,他因多重强奸罪被判了二十八年的有期徒刑,由于自己体能跟不上。 而且考试成绩还经常垫底,他时不时就会被狱警拉出去单恋,比如做一百个俯卧撑或者二百个平板抬腿,狱警解释说只有疲惫不堪的身体才能唤醒囚犯内心的良知,比起他们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来说, 这点军训的苦根本不值一提,时间来到晚上八点,这是睡前的训练时间同样一百个俯卧撑,二百个卧躺涅腹,外加五公里的跑步是睡觉前的必修课,在这里,示弱和求饶是没有用的,狱警可没有侧隐之心,囚犯唯一能做的,就是放下所有幻想。 踏踏实实完成每天的训练项目,完成训练后,已经晚上十点钟了,伴随着狱警的一声口令,他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躺到床上,然而,本以为被折腾了一整天,能睡个安稳觉,但狱警却生怕他们睡得不舒服, 以马杀鸡带头的几名狱警,经常会在半夜一两点钟,来个突如其来的问候,一声尖锐的口哨声响起,十秒钟时间,从深度睡眠到完全清醒,再到下床立正站好,这就是训练营的常态,巨大的训练压力,导致这里每天都会有三到五名囚犯被迫淘汰。 错过了改过自新的机会,他们即将面对的,就是数十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,监狱的生活凄惨无比,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,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,1973年,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唯一的小棉袄,23岁的安妮公主结婚了,安妮公主喜欢马术,皇家女王进卫军上尉,马克,菲利普斯精通马术,还曾在奥运会中拿过马术金牌,两人擦出了爱的火, 花,安妮是女王爱女,英国的公主,婚礼的隆重程度自不必说,婚礼上,安妮公主穿着著名设计师莫林,贝克设计的白色婚纱,婚纱简洁中透着奢华,趁着她的身材凹凸有致,高挑修长,宝贝女儿结婚,女王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,把自己结婚时戴的那顶堪称无价之宝的王冠拿出来,让女儿戴上,安妮公主没能遗传父母的高颜值,长相也说得过去,样貌清秀, 眉眼之间透着英气,婚礼上,头戴王冠,身穿婚纱的安妮,美丽又高贵,新郎马克穿着红色军装,身材高大,帅气威武,和安妮公主站在一起很般配,25岁的马克是这场婚礼的男主角,不过,他拿52岁的岳父菲利普亲王一出来,立马将他的风头抢走了,婚礼上,菲利普亲王要陪着女儿,一起走进教堂, 把女儿亲手交给新郎,安妮公主挽着父亲的胳膊走进教堂,走过人群时,人们的注意力都被菲利普亲王吸引了过去,菲利普亲王年轻时是顶级大帅哥,是英国王室颜值天花板,放眼整个英国也绝对能排到前几,52岁的他头已经有些秃了, 见到他的第一眼,还是会情不自禁夸一声,真帅,高大挺拔的身材,经历了岁月洗礼依然抗打的颜值,天生的贵族气质,完全碾牙25岁的女婿,像他这种顶级神言,无论参加谁的婚礼,都是去抢风头的,相似的场景,在十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次,那是在女王妹妹的婚礼上,玛格丽特人长得漂亮,年轻时比姐姐更胜一筹,但感情比较坎坷,1960年,30岁时, 才嫁给了皇家摄影师安东尼,当时乔治六世已经去世,菲利普亲王代替了岳父的角色,在婚礼上陪着他走进教堂,将他交到新郎安东尼手里,玛格丽特和女王姐姐是出了名的美人,穿上婚纱,戴上王冠后更是美艳不可芳物,玛格丽特没有姐姐那样的好运气,没找到菲利普亲王这样的大帅哥,丈夫安东尼长相太过平庸,和路人无异, 还有点包牙,和貌美如花的玛格丽特站在一起,实在是沙风景,菲利普亲王陪着玛格丽特公主缓缓走来时,那画面太美,玛格丽特美丽优雅,用龙华贵,他身边的菲利普亲王虽年近四十,依然帅气逼人,一个最美,一个最帅,人们的目光都被他们吸引。 谈论的焦点也是他们两个,那个本就不受欢迎,出身平民的男主角,新郎安东尼的存在感低到可怜,高颜值是一种稀缺资源,菲利普亲王是将这种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典型,他靠着一张帅气的脸为自己谋了仪式安稳,让子孙后代端上了金饭碗,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增外孙女,父亲是希腊王子,希腊爆发了战争,菲利普和父母家人被迫离开希腊,开始流亡, 父亲花天酒地不靠谱,对家人不管不顾,母亲精神出了问题,有心无力,四个姐姐都嫁了人。 年幼的菲利普被父亲扔给了在英国的外婆和舅舅,幼年颠沛流离,寄人篱下,他比同龄人想得更多,更努力,在舅舅路易斯,蒙巴顿伯爵的安排下,他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,13岁的女王和家人去那里参观时,菲利普担任陪同人员,他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,积极表现自己。 当女王一家人坐着游艇离开时,独自划着小艇追赶,被舅舅路易斯呵斥后,才不再跟随,阳光帅气,潇洒不羁的菲利普, 俘获了女王的心,和女王结婚,进入英国王室,他必须要舍去一些东西,放弃事业,丢弃父姓,改随母姓,改变宗教信仰,放弃本就希望渺茫地继承希腊和丹麦王位的权利,除了放弃事业这一点外。 其他的对菲利普来说,没有什么实际影响,放弃事业,放弃理想,却能换来一世安稳,荣华富贵,子孙后代全都端上了金饭碗,高高在上,衣食无忧,再不用奔波劳碌,为生计发愁。 菲利普幼年经历坎坷,早早品尝了生活的心酸,看透了人情冷暖,自然懂得权衡利弊,做了王的男人。 菲利普亲王的四个孩子都没能遗传他的盛世美颜,让人觉得很是遗憾,对于这一点,想必他自己并不在意。 他的孩子们是英国王室的王子和公主,有这个身份就足够了,他们不用靠脸吃饭,长得好不好看并不重要。 有时候,你以为男人宠你,哄你就是真的爱你,恐怕他另有所图,就好比伊朗末代王后索拉雅,得到丈夫的所有宠爱背后,不过是想骗他生儿子。 当然,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本身也是个薄情又妈宝的男人,在他的世界里,女人不过是锦上添花,王位与儿子才是人生最终体现,而在这些关系当中,母亲又是绕不过去的存在,这可不是黑巴列维,毕竟他是有前科的渣男, 想想他的第一段婚姻,失败的原因绝对百分百权责,爱及公主法斯亚出嫁巴列维的时候年轻,稚嫩又明媚,阳光,真正生活在蜜罐中长大的小公主,但因为巴列维想巩固自己的王室权位,最终被连哄带骗带来了异国他乡。 18岁远嫁的法斯亚得到了什么呢?语言不通,丈夫花心,婆婆,小姑难搞,绝对的一国乱舟,再美丽又如何,没有调剂人间烟火的手段,注定是要被鞭打的。 当然,重要的问题在于,法斯亚婚后只生下一个女儿,迟迟不能生下王位继承人的罪责,让他在婆婆面前抬不起头来。 巴列维已经享受逆了法斯亚的美貌与温存,生了孩子的女人,他几乎不想面对了,当一个丈夫变得不重视自己妻子的时候,你还指望其他人会给予他尊重吗?婆婆数落也就算了。 小姑子都跳起脚,抡起花瓶与法斯亚对质,这样的日子算是过到了头,可惜算算,这段婚姻也不过将就了五年而已,由此可见,巴列维绝对没有真正爱过法斯亚,毕竟一段真正的爱情就算再怎么变坏, 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走到尽头,被打破头的法斯亚最终回了娘家,从此连女儿的面都不能再见,离婚是解放了她,可也给了巴列维全新的选择机会。 一个国王在什么时候也不会缺少女人的,要的就是合乎舆论,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年仅18岁的少女索拉雅出现了,父亲是伊朗驻德国的大使,母亲则为俄裔德国人,她身上的混血气质极为初挑,特别是那双绿色的眼睛魅惑动人, 是绝对让人一眼沦陷的姑娘,感觉巴列维的存在就是专门为了祸害18岁少女的,当她看到索拉雅的时候,两眼立刻就直了,一把年纪的国王竟然挽起了闪婚,相识两周就向人家求婚了, 当然,国王范是有的,20多克拉的钻石让索拉雅头脑发炸,眼前发花,根本没能力辨别巴列维是不是良人,迷迷糊糊的就答应了婚事, 但事实证明,在物质面前被攻陷的女人,最终的结果往往不会好到哪里去,因为你的年龄永远与珠宝的价值成反比, 而你的美貌则与你的年龄成正比,结果一次婚的巴列维很会哄女人,当时结婚前夕,索拉雅感冒了, 她觉得状态不好,应该推斥一下婚礼,可巴列维急不可待,直接将珠宝送到索拉雅的枕头上,每天一样都不带重样了, 这样的情深与浪漫,小姑娘哪还在乎什么状态。 马上结婚,1951年1月,相恋还不足几个月,索拉雅风光出嫁,那是她的心理,眼里都是巴列维, 用她的话说,国王的眼睛深邃深情,一眼便让自己爱上了她,少女巫不是如此, 爱是一眼的事,可相处却是一辈子的事,索拉雅18岁的人生中哪有什么一辈子的概念, 她以为嫁给国王是浪漫,殊不知那是深不见底的火坑。